如果說我為什麼會入行 通常人都不會相信我入錯行 我小時候有很多說話方面的毛病 我有癡力跟 有漏口 還有我人很害羞 很內向 但偏偏我家人想我入行 就多過我自己想入行 我有考過航空公司 我有考過銀行收了 不過最後也是虛榮的關係 在港台其中的一個師傅 魏炳朗的遊說之下留下了 結果做了30年 尤其我們那個年代做DJ 都幾大機會可以紅 那時娛樂圈很蓬勃 還有電台影響力是大 你說有沒有虛榮心感實有 尤其初入娛樂圈的時候 會突然之間那些 以前覺得是天王巨星 這麼近距離跟你接觸 當你朋友 虛榮的感覺一定有 但如果再靜下來 去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適合這一行呢 我又覺得自己是應該行管理這一條路 雖然我入行的時候是先做DJ 我又沒有怎樣恨 說我做不到蛋哥 海琪或者淑梅姐 那類這麼受歡迎的DJ 我又從來沒有什麼覺得遺憾 如果說十大中文金曲 我都所謂長婆了一段時間 其中一件事如果我想起 原來我十二年前 幫華仔那時出了一張唱片 叫做Unforgettable Moments 想起在娛樂圈裡面 五件很難忘的事 其中一件是說 他最難忘的頒獎電禮 他又說 某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電禮 為什麼這麼難忘呢 當然是懶惰事件 那年我應該是做製作重家 他獲獎的歌叫中國人 我們安排了當華仔唱中國人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一隊很多個大的鼓隊 跟他一起唱中國人的時候響鼓 我們彩排的時候其實有足夠的時間 人算不如天算 去到真真正正他獲獎 唱的時候 即現場的鼓就是橫鼓的打法 跟MMO是完全不合格的 於是華仔唱了幾句之後 他根本唱不到 成大半隻歌他就蹲在那裡 他樣子很苦惱 然後看到台下很多歌手 譬如梅姐 你知道梅姐多麼關心華仔 不斷幫華仔打拍子 但根本已經 總之整個場面很混亂 最後已經看到MMO音樂帶 播完之後 他就跟現場有觀眾說 他說可不可以給他 不要有鼓 就是用這個音樂帶唱多一次 我剛才說了我是製作重家 我當然要負責整件事的好和壞 當華仔唱完之後 他下來後台 我馬上走過去 已經煞了想 說他不好意思 我見到華仔 我都很少見他 眼睛全紅了 他不是罵我們 反而是反過來 他是安慰我們 大家都盡力了 我知道與他無關 沒有辦法 他還要臨尾說一句 不用擔心 梅姐一陣就沒事 他自己已經走開了 那是我製作十大中文金譜裏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遺憾 就是令華仔 本來應該是整件事很漂亮 但最後的效果不太一般 但會體會到歌手的朋友們 和觀眾們對他的愛